我国古代是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 古人打仗的时候几乎都是以数量取胜的 不像现如今依靠高科技 往往近身作战 哪一方的人马更多 哪一方就胜利的可能性更高 依次打仗至少都会有几万人死在战场上 史书上也说了死去的人都是以万作为伎俩单位的 但是书上却很少会说这些死去的将领们的尸体都去哪里呢 倘若是一方将领自然能够荣归故土 但是如果只是普通的小兵 又有谁会来给他们收尸呢 其实对于军队来说 尸体确实是不小的麻烦 一般来说就是焚烧 这也是为什么打仗的时候 很少会出现逃兵以及装死的人 因为最后也会被烧死 当年玉璧大战的时候 死去的尸体就堆起了数米的高度 最终变成了矮矮的白骨 全部被丢弃在了断山崖上 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 战争都会使无数人流离失作 失去他们身边最亲近的人 如同日本曾经在我国犯下的腥风血雨一样 现如今依旧有很多国家陷入在战争的恐惧当中 不知道大家对此是如何看待的呢 好了 本期就到这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地方 欢迎指证 我们下期再见了